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Focus Guide呢,其實長的就像這樣子 我們剛有跟各位詢問過的,其實平常大家用的這個PowerPoint 基本上都是每一頁都分開的 那麼在Focus Guide裡面,它就是以新制圖為概念 也就是說,你就好像有一張非常大的 不管是紙也好,或者是這個牆壁,你就可以自由做畫 好,那自由做畫,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首先,剛剛這個沒有問題的,提問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Focus Guide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就是,這邊 剛剛大家有看到它的特色呢,我們在這裡 你往下走,往下走,這裡還有一份 這個就是新制圖的版本 新制圖版本,那太小的話,老師您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好,可以像這樣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你就看得到 看得到 這樣老師後面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齁,好 拉過來一點 好,它的特色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註冊 蠻簡單的 你基本上呢,這裡有分兩個 就是有國際版跟簡體版 國際版的話,你只要輸入Email跟你想要的密碼就OK了 就OK,就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是大陸版的簡體版 它就需要做Email的認證 不好意思,這裡打錯了 認證的部分齁 再來,不管你是哪一個版本 它基本上都是有所謂的正體中文 跑到所謂的正體中文 所以您不用擔心說,我的這個介面看不懂 事實上這個我也給小朋友用 我比較奇怪一點點,我的教學年齡範圍成 從國小一直到成人都有 這中間都有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軟體 我都會怎麼樣 就是,我會去試看看 小朋友這樣也可以教 大人其實也可以教 那再來就是 它會有很豐富的範本 很豐富的範本 這個是 就好像各位平常在用PowerPoint一樣 會不會有很多範本 有 只是你用它快爛掉了 畢竟你跟它已經是老朋友了 對吧 從小用到大 別人用哪一個範本 你幾乎一眼就認出 這個我用過 完全沒有任何新鮮感 除非你有付費買或網路上另外再找 不然內建的其實基本上幾乎老實用過 那再來就是說 它裡面也有很多的圖庫 就跟微軟一樣 微軟是不是裡面也有內建很多圖庫給你 當然它也有它的特色 也有它的特色 所以這個還蠻簡單 那麼當然它也有數據的部分 也有數據圖表的那些顯示的部分 也可以 那麼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有支援多國語言跟字型 因為一般我們在這個線上去使用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這一種 就是這一種 你Play它基本上就沒有這樣的功能 就沒有這樣的功能 那麼另外呢 請問老師如果您的 在PowerPoint裡面有用的比較特殊字型的話 拿到別台電腦 會怎麼樣 就打回原型而已嘛 其實PowerPoint也有一個功能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用過 那個叫做隨身簡報 以前叫隨身簡報 打包起來變成一個執行檔 加上一個播放程式 這樣子如果說 你拿去別的電腦 沒有相關的字型 或者沒有跟你一樣版本的PowerPoint 它就可以一樣可以播放 只是不能編輯 事實上它也有 就是大家比較少用 那我們Folk在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你用哪一個都可以 再來就是它有比較多元的輸出 也就是說您可以直接輸出到像我這樣 就變成線上的簡報也可以 另外也可以變成一個單一的執行檔 此外也可以變成所謂的影片 現在PowerPoint其實也可以轉影片 比較新版本也可以轉 不過它的這個影片的部分 它解析度沒有那麼高 就是只有簡體版的可以輸出 國際版的就沒有 那它輸出的就是 DVD的品質720x480 720x480 再來我們往下看一下 當然Mac的部分它也沒問題 也是OK 另外它也可以有剪接的功能 其實現在比較新版的 那個PowerPoint有沒有剪接功能 有啦真的有 但是你絕對不會想用 因為你想說 你有其他軟體要用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像這樣 它很多的這些內容 有些是跟微軟相同 但是呢最主要是 概念不同 就是它製作概念不同 這是第一個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特色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看這個簡報的話呢 您就打開這個就可以了 那麼一般這個在線上的就像這樣 好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 它比較特殊就是它 有一個整體的設計 它跟我們PowerPoint一張一張獨立分開 最大的不同就插在這邊 那剛剛呢 我們跟各位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裡面的內容 你看這邊就兩個版本 有沒有 兩個版本 那如果你要連過去它的官方網站呢 在我的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裡 我有放 有沒有一個是官方網站 一個是這邊 這邊都可以把它連到它的官方網站去看一下 好 再來 看這邊 這一個 這個是註冊的部分 註冊的部分 再來 您看到的有沒有 切換語氣 在這邊 它的切換語氣是在上面這裡 HELP裡面 待會兒各位裝起來之後 預設是英文版 預設英文版 所以從那個HELP裡面直接去切換 就可以 直接從這個地方切換 好 好 那麼這個就是它 很豐富的範本 而且我可以確定 這些範本 大部分都是老師 不曾看過的 還不曾看過的 好 那這裡面呢 是它的圖庫 好 它的圖庫 那麼它圖庫呢 跟 微軟的有一個很大不一樣 就是它有所謂的 這個角色的這樣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 選了一個 這個 所謂的 圖形之後 它裡面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好 會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呢 目前是微軟所沒有的 微軟所沒有的 那麼圖表部分就還好啦 就 還是 還算OK 那就不是它的強項 但是呢 字體的部分 就是它 蠻方便的地方 因為你在這邊用了 你走到哪邊 它基本上字體就會進來 就比較不用擔心會跑掉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輸出的 類型的部分 可以有這麼多 可以有這麼多 原則上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的版本 就免費的帳號 所以呢 它主要變成遠端的 變成執行檔的 這兩個功能可以使用 好 這樣 老師對Folk Guide 有沒有有一點概念呢 OK 那接下來就要麻煩各位 真的來安裝一下 真的來安裝 那麼 各位呢 您放在這個地方 各位的桌面上 或者您要從我這邊下載都可以 點開 您會看到這個地方 如果您是Mac版 這就是直接安裝Mac的 那如果是Windows的 我們就直接執行這個 好 好 安裝軟體現在大家都很厲害對不對 YES YES OKOK 我同意 這裡面你從來都沒認真看過 因為我以前有寫 免費軟體的書 所以我通常都有認真看過 不過說真的 反正我們都是書家 好 但是您到這邊的時候先留意一下 您安裝步驟到這裡的時候 先停一下 到這個 先不要再按下去 因為它有勾兩個對不對 勾兩個 第一個沒有問題 在桌面上見解定嘛 這要修卡的 但是下面這個就 不見得老師需要 也就是說 現在 我剛剛看一下 應該多數老師的 Notebook都有升級到WIN10 對不對 WIN8還有WIN10以後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開始工作列 就怎麼樣 所以就沒辦法那個 自己 自己 變更跟自己排序嘛 所以呢 有些軟體 他們就希望說 不然這樣子 不然這樣 我幫你盯在下面這邊 好不好 您了解意思了嗎 好 所以 第二個選項就是說 欸 我就幫你盯在下面 因為有些人桌面 已經滿出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放太多了 所以您這個地方 如果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取消 就第二個選項那個地方 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剩下的就沒什麼問題啦 你就可以繼續把它完成 這樣就可以安裝 那麼 有些令人桜 就這樣 好 得到